接下來新流星胡蝶劍 第七位,東方三峽,楊子瓊 很好看東方三峽 張曼玉,中楚雄 中楚雄 梅姐,有梅姐 三峽,有梅姐 然後你想想,好像是誰做... 劉重仁,劉重仁做老公,劉重仁做過警察 然後王秋生做過壞人,玩血的子 我最記得了 那時候他不知怎樣吃了自己的手指 還是什麼變態 然後這個就是當年的第七位 然後繼續數上去,你真的越數越瘋 第六位,東方不敗之風雲再起 東方不敗,厲害了,已經是第二集了 徐克監製,程曉冬導演 還有李偉文導演 這個林青霞,做東方不敗 這個也很深入民心 這個角色 好,然後再數上去 這是第六位,第五位 射雕英雄傳之東城西奏 這個厲害,當年 那時候想著拍東邪西奏 但拍了一半,不知道怎樣 沒有事要做 隨便拍一部電影,隨便便來 我數一下名字 張國榮,林青霞,梁家輝,梁朝偉,劉嘉玲 中鎮圖,葉玉卿,張學友,張環玉,王祖賢 那一部很好看 可一不可在 劉振偉編劇家的導演 當時監製和家衛 劉振偉嘴就是這部電影 沒有錯 即是梁朝偉用 劉振偉 沒有錯 而最棒的是 你以為他是一套 你以為他是低成本 我想說 他的攝影 用的人是 鮑德希和劉偉強 而他的配樂 用的是 詹叔和雷仲德 我真的要保育 我覺得 阿斌你剛才說的 全部都要保育 對 即是香港電影 要保育的一些作品 真是厲害得不得了 其實你很老實 你一看的那些 嘩,這麼厲害 我玩到這麼多人 都是排第五 前四個是甚麼呢 第四位 當年第三集的 陶學威龍 龍過雞年 這個就是陶學威龍 第三集 當年都是排第四 兩個角落 龍過雞年 之後 黃飛鴻三之獅王爭霸 就是當年排第三 這個是李連傑的主演 好,那前兩位是甚麼呢 就是這個 城市獵人 也是城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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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他這麼多個作品 他有時候都會扮女人 但這次是扮得最盡的 因為他是扮春麗的 城市獵人 我沒有記錯 他在裡面是扮春麗的 城龍扮春麗 他穿了衣服 我看過圖 我看過圖 對 然後第一位是花田喜事 有阿Sam 就是郝敬傑 然後就是王八明 也是古裝的 然後有哥哥張 那位是魔術師 穿古裝變魔術 大家很記得 然後裡面有一系列 大家都會覺得好笑的朋友 看到都會很開心 例如王八明 吳鯨魚 然後有孟姐 然後有關之林 然後有許冠英 達哥 然後有詹叔 很多 那個年代是很輕旺的 一個賀歲的當期 大家人人都看戲 開心心 好了 自從1993之後 就開始有一點回落 例如可能是1994 相對之下 就沒有那麼… 有一點的感覺 沒有那麼 但其實也很厲害 當年的票房冠軍是最權宜 最權宜 其實也是很好看的 當年腿王盧偉光 一招站著一字馬 震撼了很多影迷 然後破壞之王 當年也是河水檔 真的不知道原來是河水片 很厲害 還有一套 當年排第四 然後第二第三分別是甚麼呢 第三就是這個 法歌進軍荷里活的頭段作品 《花旗少林》 大家記得了 另外第二位 當年有《大富之家》 《大富之家》 你當類似是富貴再迫人的朋友 也有哥哥 還有姆姐 然後有馮寶寶 梁家輝 劉青雲 袁詠仪 等等 最重要是有關德興師傅 然後也是大堆頭作品 然後再數下去 可能要到九五 九五也很厲害 九五是紅番區 昨天也說了 金玉滿堂這套也是值得看 金玉滿堂講煮食的那個 然後當年西游記的月光報盒和仙利奇緣 同時間尝 也是九五年的河水檔 很接近的 我記得是他 上完之後 不知道兩個星期 三個星期 就馬上 第二集就緊隨其後 阿斌你剛才說的 其實都挺分明的 就是 其實不同的電影公司 他們有一些不同的軟線 是 同步上 譬如那時候 我們小時候 現在九幾年 再小的那些 其實他們都 德寶 邵氏 那些 他們的軟線是分得幾開的 我們譬如看賀歲片 剛剛自主 賣了禮事 不用問媽媽拿錢的時候 就賣了禮事 就進去煮 煮完一套之後 再出來賣禮事 我試過一天看了三套電影 過年了 我想說的 以前我做電台的時候 因為做夜晚節目 有個習慣 那時候做完夜晚兩點鐘 我想說香港的戲院 還有兩點半場 你看完是四點多的事情 我們那時候三套電影 就是我和奧和摩利 做完節目之後 是馬上飆車下去 我是在I Square 那時候I Square 剛剛起好 剛剛開電影 然後你進去可以看電影 就是簡直看賀歲片 然後那些人就是 為什麼呢 因為走完年宵 年三十晚 對 看完電影 先回家 以前的娛樂就是可以 這麼快樂的 玩到這樣的 然後你進去的時候 你在樓下 可能不知怎樣 買碗碗仔廁 或者在上面 隨便買些 飽曲 給人家賺錢 然後你就坐進去 然後就看 不只是I Square 你去華茂還可以看 華茂四點多都還有場 你可以連續看兩套 所以香港說的那些畫面 很多香港人經歷過 就是過年沒工作 接著又想找些娛樂 真的全天可以 在戲院不出來 看完這套 再買票又任 接著看完出來 又再買票又任 或者甚至乎 看看今年這麼多個 哪一套好先 以前你們好像 當自己影評人 接著你去到這樣 接著就看 所以又是很快樂的 但剛才我們提到1995年 之後 回歸前後還是很棒 接著 1996年 有警察故事四支簡單又沒有 澳洲取景那個 然後 《大奈麥貪零零法》 是1996年的可償作品 哇 接著有大三元 即是哥哥 袁詠儀 對 另外一套 雖然他可能比較小笨 但其實現在過了這麼多年 回想起來 其實都有他的有趣 《麻麻煩煩》 當年有一套 《杜麗沙》 陳可申 陳可申 陳可申是導演還是監製 我忘記了 接著就譚詠麟做主角 接著就有杜麗沙 有誰做的老婆 我忘記了 好像是袁詠儀 好像是 忘記了 但這套就是講一些 因為那個年代回歸 有很多人 come and go 有些人移民 有些人回來 之類 有些想離開 究竟我放在這裏 媽媽年紀老邁 那怎麼辦呢 這樣就講了 好像ABC 對 就是很反映那時候的 現實的一些作品 所以現在 剛好隔了二十多三十年 你現在看回 可能真的又有另一種 風味 體會 這套我覺得 未必是一些很商業 或有動作 很淡淡然的情 這套反而我覺得 當年可能因為 始終大家過年是想起庭的 所以你就看回成龍大哥 很開心 但這套其實 應該是細味的作品 這套是我其實挺喜歡的 沒錯 當然第五位 當年1996年的賀水片 第五位是《運財之勵性》 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個也是厲害了 好了 接著到97年 就開始精簡了 沒有那麼多賀水片 只有三套 一個好人 成龍大哥 九七街有起事 周星馳再遇歸來 接著第三位 黃飛鴻之西域紅獅 這就厲害了 現在可以做一套 黃飛鴻之西面… 美獅 西面美獅 接著98年也是厲害的 昨天我也有說 成龍大哥的《我是誰》 這個厲害 當年因為這套戲 令我對陸特丹這個地方 極度興奮 因為真的很想看看 那個打斜玻璃 是否真的可以摔下來 對 接著就走運一條路 98年是走運一條路 接著就… 對 還有98古惡仔之龍僧腐鬥 這是第3集 第4集 第4集 龍僧腐鬥 不是,龍僧腐鬥第5集 龍僧腐鬥第5集 然後99年就開始 進入了一個最後階段 99年是甚麼呢 喜劇之王 星爺自己公司的作品 接著就有玻璃樽 玻璃樽 玻璃樽也是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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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無幻號》 不敢恭維了 不好意思 《愛情無幻號》 開始2000年就沒那麼吸引 我數點名字 合拍多了 對 2000年的第一位是東京功略 梁朝偉、鄭一健 接著第二位已經是 《決戰止禁止電》 拍片的出現 接著有《公園2000》 你有聽過嗎? 郭富城 《公園2000》 沒有 這裡很厲害 很瘋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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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到了2001年 已經少了很多 就是《特務迷城》 《特務迷城》 其實也好看 接著是《忠無厭》 《忠無厭》 《忠無厭》 梅姐 梅姐和 張帕斯 張帕斯 我不知道 雖然它是賭sir和韋sir的作品 但這套 我就 沒有很大感覺 沒有很大感覺 雖然人腳是厲害的 編劇《游奶海》 《葛惟家輝》 《韋sir》 《阿奶哥》 但也不知道 這套我不中的 那幾年確實是有點不知怎樣 好了 2003年 當年我們沉淪了幾年之後 《行運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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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每年都看了20年 對 《行運超人》 楊千華 對 然後還有百年好合 這套也是 《武天樂》和鄭實文 這套也是 看了20年 對 這套反而我覺得 你問我好看 這套反而 我們超過一年 我們超過2002年 2002年 2002年是厲害的 2002年就是我自己 一定是最初遇到的 《行運超人》 《行運超人》 這是第二位 對 然後前者第一個是什麼 就是這個 《假過有錢人》 對 就是全部現在提到的名字 你真是 套套 你都… 對 數了整年 數了整年 從百多到現在 數到差不多 二千過了二千頭 但是03打 譬如開個名字 大家有些回憶 對 即是誰做 條斷是怎樣 是賣了什麼 甚至是戲名 可以上載 進入了資料 對 最棒的就是 你明知道 我知道了 我現在再播 都是坐在那裡看 都是看 對 都是會坐在那裡看 不過認真 04打後 就開始進入黑暗期了 真心的 譬如有些名字 說完之後 無論是票房數字 告訴你也好 或者可能是 大家的記憶中 都已經是沒有了 譬如 2004 我現在只是說 頭兩套 《鬼馬狂上曲》 那套真是 很老實 不好意思 有點戒凳 那套是戒凳的 對 玩到不知去哪裡 然後第二個 《魔幻廚房》 你說完也未必知道 是什麼 《魔幻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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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魔幻廚房》 《魔幻廚房》 《魔幻廚房》 到2007 這套 其實我不覺得 不知為何 是在可睡檔出現 但其實它有 這個很好看 《魔幻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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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非常之厲害 又死人又吸毒 很多時候在新年 我不知道,我不想知道 2008年長江七六,周星馳回歸 還有《功夫冠藍》 這套也是很厲害 這套也是玩火玩的一套 2009打敲後的家有喜事系列 我那一一年最棒 我愛香港,開心萬歲 看到也很想看 今年金像獎提名 我覺得現象蠻好 我覺得回復本地的東西 香港的本地東西 新演員、新導演、香港題目 我覺得是一個新生代 現在在香港電影圈的一個盟障 雖然卡士已經不是買那麼多卡士了 但是可以看看他們的故事 細緻一點的東西 不是經常懷顧 但有時候真的 譬如過年的時候 想安安全全看電影開開心心 就真的可能你要上網自己找這些電影 當然今年也有些主力在戲院上出現的 今年的賀水片 大家有時間的 過年的時候也支持一下 今天我們就叫做Solo 在這裡緊代表節目上下 先祝各位自己友 今年的農年身體健康 日日快樂 最重要是一切都熬過去了 希望可以找到一條狼 好了到你了 到你了 我先傳出來 剛剛到手 非常開心 有金、有銀、銀 都是KITMAN的 剛剛到手 多謝L.A.的一個香港人的專頁 幫我搞 真的適合到流 我剛剛做節目之前 我跟他說謝謝 而且真的多謝他 祝了他們平安 剛剛到手 KITMAN運了過來 勁抽 今天大家都要勁抽和博盡 是 那就無悔了 這樣就行了 這樣就行了 今年捱了這麼多年 就行了 轉九運了 行了 交給你了 跟大家拜年了 那我祝大家 說些有質素 說些有質素吧 好啊 拜年這些很重要 青春常駐 這樣吧 身體健康 是順利 開心心 開心心 大家最後這幾天 放假 開心心 初五的時候 我們才會服侍 這個 對 到時大哥 才跟你拜年聽 大哥想臨前說幾句 拜拜 作為鼠牛虎兔 兔 兔年的最後 有什麼想跟大家說 有質素的 是 祝大家龍精虎胞 龍馬精神 有什麼質素 身體健康 最近要開開心心 有否做過有龍節 想多一個 祝大家龍什麼 龍飛鳳舞可以嗎 龍飛鳳舞 豬龍入水 啊 這裡有個心笑 好厲害 厲害 好了沒你的事就出賣了 哈哈哈 這樣 大家開開心心 大家放過好的年家 我們過年之後 龍年再會 拜拜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